配合到市政府對控PM2.5政策 各自市政府蕭峰叫第一蕭峰分隊 特別加在這製作選擇 二十八號八點臣文學來鄉鶴立一代 農經出售 加強蕭峰選擇 提出的農民 千萬不能熱烧調炒 造成空氣誤检 也這是危害公安 今年六月以及十一月 是江南地区一期調査受冠軍 無論農民就在熱烧調炒 因為除了高溫效率 減少八點 所有的操募區可以兵一個土地作為了 連日經過後來研究發現 露天燃燒占PM2.5政策 總量將近四分之一 每年的調査受信之後 農民習慣收集操 減少八點 算造成空氣誤检 應發民館 市府小洪局表示 已過小洪法第四條規定 電影因為燃燒 無限過小洪機關許可不得危機 如果有醫管吃 可以出現在皮尤三千塊一海法款 說或者這個倒作 你可以把它做堆毀 或者是就地掩埋 不要再有燃燒的行為 燃燒行為的話 很容易引起這個老人跟幼童 那個呼吸道的那個病病 而且很容易引誘這個氣喘 還有過敏的症狀 對於我們這個人的身體 還有環境都造成很大的傷害 而且你那個燃燒的這個煙的話 很容易有影響我們 行車的安全對我們 因為中草的電燒 含有大量的四尾粉塵 包括PM10 PM2.5 容易引起老年人 以及幼童的貨幼 有法氣氈跟過敏進鎮 對人體和環境都危害 有請農友可以以切割煙埋 回收 也只是對不一定其他方式處理中場 也只是同性接的農業氣氣味 千萬不能露天燃燒 影響空氣品質 夏天新聞 蔡平棟 剛日七 蔡宏 報道